到高激量的時候 然後老鼠就開始出現一些 不預期的一些不良的反應 所以也很難說我們吃到的東西 對我們是不是有害或是有益 我們會盡量避免 當然不會想要自己跑去 以身吃法一次毒物 但激量的觀念 不見得是 激量的觀念是應該 我們要記在心裡上 然後不用太擔心 再來的話我們想 這個部分的話 下面一個小部分的話 我們講的是毒物的暴露吸收 分布 一般不論是毒物或是藥物 我們會focus在 會通常就講ADME這四個字 A的這個意思就是吸收 那麼D的話就是分布 M的話就是代謝 E的話就是一個排除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暴露到毒物 我們要先吸收 吸收之後他看看 我們可能吸收的途徑 就我們烹飪或是飲食而言 其實吸收途徑有很多種 會有一種靜脈注射不可能性 但一般我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毒物啊 藥物有時候會用ID來打 比如說有時候會掉到那個醫院去掉點D 這大概就是打在這個位置上 那麼他的效果會最直接最好 可是如果有毒的話 通常也是最難挽回 因為他速度太快 沒有辦法立刻急救回來 那吸入是第二個 就吸收的效果吸入是最好 嗯 所謂效果最好就是如果對毒物而言 就毒性最高 對藥物而言的話就是藥效最好 所以這個只看你從怎麼樣的角度而言 那麼口服其實在這些所有的注射 各式各樣的吸收途徑裡面 嗯口服就一般我們食物 我們吃到的是才能倒數第二 然後表皮吸收 因為這個皮膚上面還有這個 這個一些表皮層 這個吸收的程度是最差的 跟所有途徑比起來 嗯所以有時候我們吃藥 然後醫生會覺得小孩或是大人 覺得病比較嚴重 可是診所醫生 現在診所醫生一般不大會 去用這個注射 因為打針有時候 比較容易造成一些不預期的反應 有些人體質很過敏 那麼嗯口服的效果不好 很多醫生就會想要打針 打針的原因就是他不論打皮下 還是肌肉還是打靜脈 一般診所不大會打靜脈 但打這上面的話 其實對身體的這個吸收 都比口服效果要好很多 那麼 嗯 對 那我們吃進來的毒物 如果就這個烹飪的角度而言 當然吸收是一個很 大家現在對於吸收 其實吃東西要中毒的機會 比起吸進來 剛剛從毒性的角度而言 然後吸的話問題比較大 尤其像現在這個空氣污染比較嚴重 然後肺部吸入會比較容易 是因為肺部的肺泡的膜很薄 然後跟大量的微血管跟他接觸 尤其是運動 前日還看到新聞上有說到 這個有人在北 北京的空氣很差 有人還戴房竹面具在散跑啊 還是在做一些競賽 當空氣很差的時候 盡量是不要做一些劇烈的活動 因為你在外面跑動 血液循環很快 然後你大口吸進去 那個毒物跟血液交換速度很快 毒性會的累積會非常的高 如果你在血液的循環過速的話 所以在天氣不好的時候 也不要注意散步啦 其實躲在家裡可能會 相形而言對肺部的吸收 因為肺部的吸收其實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毒物的進入的途徑 對肺部的吸收 對肺部的吸收